《圣经》《创世记》中 提到有一家人被封锁在船上 当时四十晨夜不停下雨 方舟飘留在大海上 罗亚一家人也被困在方舟中 今天,我们面对世纪的疫情 有人描述,疫情就好像波涂空涌的海洋 我们被困在屋里,就好像罗亚被困在方舟里 《创世纪》第八章一节,很感动我的一节经文 就是神纪念罗亚和方舟里的一切 虽然外面波涂空涌,罗亚被困在方舟里 不过,安慰的是,神原来一直没有离开过 神一直都在 神纪念罗亚和方舟里的一切 神完全知道他们的需要,也完全了解当时的境况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困在屋里 神同样纪念我们 祂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也都明白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处境 罗亚被困在方舟里一年 到底她会做些什么呢? 她没有Internet,没有WiFi,没有Facebook,没有YouTube 没有得玩手机,她会做些什么呢? 当然,罗亚会向神祈祷 家人之间会彼此照顾 还要好好照顾动物 除此之外,还有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学习 学什么呢? 学忍耐 忍耐很不容易 每天在等,都不知道等到何时结束 不过,600岁的罗亚 终于她忍耐了一年 她终于等到彩虹出现 19世纪 所以,林丁格尔曾经建议英国 如何做防疫系统 她说,最好的方法 就好像方舟在大水上 用隔离的方法 今天,我们在疫情里 我们在家隔离 也是最好的方法 虽然,我们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结束 不过,可以把握利用这段时间 好像罗亚 做她要做 和她要学习的事 我们可以把握这段时间 但,利用这段时间 去做些什么 或者去学习些什么 今天,有些病人 要付钱去用呼吸器 当我们每一个人 继续可以呼吸氧气 免费 得到阳光和雨水的滋润 免费 我们肯感恩之余 也学习罗亚国敬慰神的生活 并且耐心等候 总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等到彩虹出现 彩虹出现 k 光 i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